大家好,我是Dan 在上个月6月27号 Highlight存动物通过自己的IG宣布了将在9月举行婚礼的消息 但是因为韩国Highlight部分粉丝们对此发表感到不满 为了安抚粉丝们 存动物就在7月6号打开直播向粉丝们道歉了 很抱歉,我来晚了,我很紧张 本来是想要见到大家在解释的 我怕文字难以表达我的意思 所以想要开直播向大家说一下我的想法 因为我想谨慎处理,花了很长的时间 对粉丝们感到非常抱歉 给公司还有Highlight的哥哥们粉丝们分担了困难的包袱 非常抱歉 然而在直播结束后,粉丝们表示 希望的不是存动物的道歉 而是想要听 为什么偏偏在这个时候结婚 为什么要在结婚两个月前宣布结婚 为什么要在团体活动两天后宣布结婚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那到底要什么时候宣布结婚呢 空白期宣布的话又会说 为什么组合在休息却宣布结婚 结婚两个月前宣布不行的话 结婚两天前宣布就可以吗 两年前说的话就可以吗 30岁之前闯祸结婚的话 被粉丝们骂是活该 但是出道都10年多的IDOL 要结婚被骂实在是搞不懂 我也是IDOL粉丝 在7年续约后 粉丝们都不可以太执着IDOL的恋爱或者是结婚 不需要道歉 反正要离开的怎么样都会离开 想要留下的粉丝都会留下 对于村东吴开直播道歉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不管怎么样 再次恭喜村东吴的结婚 昨天发表新公开期 Superside Nugens 又引起了舞蹈抄袭争议 我们马上来看一下 其实Nugens已经不是第一次抄袭 魔幻独阵了 之前ONG也是 Dito也是 就连HIGHBOY也是一直都抄袭了魔幻独阵 不会有人当真吧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7月份K-POP男团品牌形象排行榜 30位SF9 29位Blog B 28位FTiLAND 27位SHINA 26位INFINITI 25位PENTAGON 24位DONGONGSINGY 23位PIX 22位101 21位TOMOTORO BY TOGETHER 20位HIGHLIGHT 19位 19位TOMOTORO B 16位TOMOTORO B 17位TREZER 16位 德布依杰 15位 ATG 14位 N.I.P. 13位 五年龙普 16位 BigBang 12位 Astro 10位 Winner 9位 B2B GT 八位是SuporJr 七位是XO 六位是MOONSTAYX 五位是NCT 四位 SHINee 三位 SEVENTEEN 二位 STREAKAGE 七月男團一位是旁灘孫燕的 最多相關關鍵詞是公開發表感動 Take to J-Hope 中國 征服評分析結果證明評價在85.11%